57岁叶倩文信赵,驾大14岁恩师惹争议,向如以末21年不生孩子。 叶倩文在八九十年代也是女神级别的人物,实力和颜值都是上上之选,评级专辑春天的胡雕正式出道,历经十年的乐坛生涯,才算正式成名,随后歌唱事业一路高歌,荣获了众多重量级的奖项,在华语乐坛打下赫赫鸣戏。 后来与周润发合作《大丈夫日记》,剧中饰演周润发的最爱的人,后来再次与周润发合作《蝶血双雄》再次饰演周润发的恋人,而且凭极其娇美的外表当时名气不在林青霞、张曼玉之下。 深受徐克的喜爱,当时的娱乐圈扎戏成风,可是他却宁愿死也不扎戏,徐克为了保护他,气得前夕诗男生一度挤得必走国外。 再次转战歌坛的时候,有深的音乐鬼才黄瞻得吸财,所以不管是乐坛还是影视圈,叶倩文都是影响力很大,恐怕成龙让房祖明任其位前妈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吧。 说到叶倩文的婚姻其实是争议不断的,在林子祥在妻子吴正元的介绍下认识叶倩文,林子祥就这样做起了叶倩文的音乐老师,到后来叶倩文在音乐事业上的成功与林子祥离不开关系, 然而叶倩文与林子祥公开恋情,谁也没想到叶倩文竟然挤走吴正元当了正事,而这段相差14岁的恋情根本就不被大众看好,甚至可以说得上是争议不断。 叶倩文和林子祥一话也像如已末了21年,当年两人是多么的不被看好,但是他们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他们是多么多幸福助。 林子祥与前妻有一个儿子,与叶倩文结婚至今互生孩子,如今儿子都已经成家立业了,两人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带孙女。 叶倩文年轻时不为利益所动,拍自己爱拍的戏,唱自己爱唱的歌,嫁自己真爱的人,可谓是潇洒歌后。 如今57岁的他依旧坚持跳舞,打羽毛球,对生活始终保持住激情。 对待家庭,他照顾母亲,包容丈夫,关爱妻子,一直坚守住自己的责任。参考来源。